所以你們自己再找一下 我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第11頁的地方 最後的話 因為目前只有一個淡水 如果要把全部跑出來的話 一個一個 我剛剛講過 所以這個最後面最困難 應該不是最困難 應該是最困難的就是剛剛那個東西 其次如果你這個OK的話 再來就思考我要怎麼 4i等於第二列到第25列 然後做什麼呢 把這個中間的程式 先寫一個4圍圈把它搬到裡面來 然後按個TAB鍵讓它下一階 裡面的話有哪些地方要修改的 第一個當然絕對沒有問題 這個一定要修改 這兩個2就要把它改成跟i一樣 然後這個直接改i Sales這個最簡單 就直接抓什麼 抓它的名稱有沒有 這個先抓這個換下一個 這個比較簡單 然後這個的話 把那個 這個a2改成i一樣 就是VPA之前講過的 你如果要串一個變數在中間的話 就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的符號 把這個i把它串在這個自串的當中 然後這個2因為在最右邊了 所以不用串i直接delete掉 把它控格加一個and i就可以了 把i放在這裡 這樣子又完成了 所以1改sales這個地方 2的話來源每次都變動 OK 那最後面 如果你現在沒改的話 每個都疊在一起了 因為rrange2 有沒有 都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所以你最後執行的話 全部都疊在 24個圖全部疊在一起 所以4B的話 最難的地方就在這裡 我要能夠怎麼樣 第一次放在2 第二次放在17 那再來 再加15嘛 對不對 等於是再放在22吧 再加15 再加15 所以要15的幾倍 有沒有 15再加2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乘4的話 當然 最關鍵的地方 這個數字該如何產生 那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可以帶一個公式吧 也許那個數字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給個k好了 k指的是那個的位置 k等於什麼呢 它應該是 至少會有2吧 2加上 2加上 那跟i有什麼關係 跟i 應該就要乘以幾倍啦 比如說第一次的話 是0乘上15啦 0乘上15還0嘛 所以放在2 那第二次的話 這個改的話 應該改這個 變1嘛 1乘上15 2加上15 那不就17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22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在這邊用i 但是i第一次一定要0嘛 所以減掉2 因為預設值i等於2嘛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先減掉 減掉之後的話 它變0 0乘上15 那還是 就是等於從2開始第二列嘛 然後再來就是15的1倍 15的2倍 15的3倍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這個是我想出來 如果你覺得還有別的邏輯 沒關係你可以用別的邏輯都OK 我習慣這樣 反正有一個初始值2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15的幾倍 那因為每一次要變動的話 乾脆拿i來變動 因為i會一直不斷加1 剛好就符合我們要的 然後我再來怎麼樣 把這個k 放在這個2跟這個2的裡面 所以我後面的話 可以把它delete掉 一樣 空一格andk 就把k串在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這邊也是這樣 delete掉 空一格 然後呢 and k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我們 就大功告成了 OK 其實喔 如果你對那個range 後面加一個k 比較不熟悉 甚至你其實可以改成sales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這個寫法反正就串在後面 至於怎麼串在後面 因為如果之前你有學過VBA的同學 對這個串接應該比較不陌生 但如果你之前沒有學過VBA 可能這個你可能要再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吧 好 那這樣理論上應該就寫完了 還有沒有哪些要改的 OK 沒有的話我們review一下 一先寫一個4圖圈 對不對 2的話呢 修改這個地方 就是把我們的那個 m2改成i 這個地方的話改這個 這是改第一個 我改第二個 改第三個 改第四個就最難了 就是哪一列 我用k 那就把k放在這裡 這第四個 所以其實只有改動四個地方 我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反正這程式不多 真的不多 但是寫錯一個字 一個小小的地方 寫錯都不ok 只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我是建議回去你慢慢 慢慢再思考一下 因為這真的一下 一次要完全做正確 真的真的蠻困難的 需要一點功力啦 OK 但是也不難嘛 沒有說很複雜 但是你做完之後 真的就一勞勇於 24個圖全部跑完 我們來看一下 但我確定是不是 跑了就一定正確 所以我就先怎麼樣 把這個先刪掉 然後我們先切回來這邊 執行一下 P次 然後按F8 如果沒有把握的話 我可以一個 k的話是2 對 然後這個 先產生 這個如果沒錯的話 那它應該就 畫第一個 有沒有畫第一個 看一下 第一個畫出來了 再來看一下 第二個 應該也沒錯了 第二個看一下 偷偷切過來 第二個出現了 但問題不對啊 這邊變多一個 怎麼要多一個 淡水出來了 顯然範圍有錯 沒關係 我們再跑一下 第三個好了 如果錯一邊錯一邊改好了 應該是在錯這個地方改 這個我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看一下 連竹子我都出來了 所以應該是哪邊有錯 應該是這個範圍 這個 全神遊遊局 A1 到 M A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主要是 Data 部分 那 我在想說 應該有 可能是 什麼 可不可以是這個 CO 它裡面 東西 是每 可能每一次 是要把它清掉 set CO 因為裡面 會記得一些資料 所以把它清掉 所以把它清掉 等於 Nothing 可能要 Nothing 沒有東西 把它清掉 這試試看好了 大概原則上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四個動作做做看 然後我最後再 先改 改完 一樣會把它貼到雲端上面 我已經先畫 至於 這個最後面 這個要怎麼把 多的範圍 主要應該錯 應該是錯在這個 set data source 部分 如果要改的話 我們再看一下怎麼改 理論上 這已經可以 全部跑完了 剩下來的話 再來 後面其實還可以變化 如果你希望 不要放縱向 縱向的 你可以怎麼 左右各放一個 左右怎麼各放一個 這個也許回去再想想看吧 氣溫我們先做出來 可是降雨量還沒做出來 所以後面的話 請各位試著 也許再把那個 全省的降雨量的資料抓下來 然後最後的話 就是再把那個 複合圖也給畫出來 OK 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剩下後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下禮拜再來看好了 如果 有時間的話 同學回去也可以試試看 而且甚至這個組合圖 可以做很多東西 之前講過 像 美元對黃金 美元對石油 石油對黃等等 反而會有一些 其他的東西 甚至你可以把它做個 複合圖比較 你可以發現很多東西 看數字看不太出來的 看圖有時候 反而一下子一目瞭然 我覺得這個看圖 真的 差異性其實還蠻大的 我們如果快速的可以產生 我們希望的圖 放在對的位置上面 這個部分的話 回去可能請各位多多練習